而且我覺得最近真的是越來越多人 會利用網路發表意見 然後號召一些很奇怪的活動 所以他們呢就拜託我們 一定要針對企業主進行 網路用戶言論內容的管制 你們這樣子 會不會違反言論自由啊 但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啊 如果你放任到極限的話你就會像 你就會像 像什麼 你就像 你就會像今天晚上新聞講的啊 網路糾團殺人事件 嗯 而且我聽說啊 我聽說那幾個嫌疑犯 他們好像是在一個叫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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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正義聯盟 對 靠北正義聯盟上面發表一些時事的評論 然後他們還會有很偏激的言論 像是什麼 性侵犯就該死啊 人道毀滅啊 讓他們沒有放話說要糾團 去懲罰犯人 你可以嗎 幫我手機 我是覺得那些人 他們就是太過於沉迷於網路世界 他們已經分不清楚 現實生活和網路世界 所以才會有這個殺人事件發生 我的手機贏我啊 我是不知道那個叫盟主的管理人 他是怎麼想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是看笑話的話 那我覺得他非常過分 怎麼會呢 這個盟主 他就是提供了一個平台 讓大家去討論 可能是 法律並沒有那麼的完整 或者是社會的案件而已 而且這些社員們他們私底下號召的這些活動 他們都是大人類 應該就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是嗎 對啊沒錯啊 所以盟主才會為他的行為負責啊 因為他一句話就可以影響近上千個社員 他影響力越大 那他就要承擔相對責任 我有看過我朋友轉發他的貼文 他之前鼓勵大家去抨擊天咒教 說是什麼一個詐騙 天咒教本身就有問題 他就是一個邪教啊 他練財也是事實不是嗎 那你記不記得之前 是不是有一個網紅叫羅斯桶 嗯哼 他是不是因為網路霸凌 所以要跳樓自殺 那如果今天裡面所有的教徒 都因為言論自由自殺的話 那你要他們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這個我是沒有辦法這樣想的 那你的秘密 109 huge 被他遭派的 Ron